当年演警察戏《NM》道报的TVB英俊小生,现在竟然胖到猪筐!大大块猪腩肉晒出来,现在还转行做厨师。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,这位消失在TVB已久的帅气小生,魏俊杰。 她曾经是TVB英俊小生,虽然爬骑都伤不到一线,但还是不少是奶的。可惜如今的她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,中年发福胖的不得了。 她前半生围绕两个女人,一个是昔日拍档兼前度女友藤立明,另一个就是老婆张丽华。 为解决婚姻亮红灯花重金买楼挽留老婆,如今当起泰国餐厅老板,亲自招呼客人还当厨师。 49岁的魏俊杰在年轻的时候颜值不输小鲜肉,甚至比起小鲜肉更多一份男子汉气质。 当年代表作不少,其中最为出名的当然是《驼香师姐》系列,还有《四大才子》等。 在《驼香师姐》里更是和腾立明假戏真作,后来却和当年还是大学生的张丽华结婚,让人唏嘘不已。 结婚五年后被唐立明保出南方半夜发简讯求复合,如果是真的那画面太喜感了。 至于如今魏俊杰生活的如何? 有网友就透露现在魏俊杰在西贡开了一间泰国菜馆,不仅招呼客人还要亲自下厨,兼和客人合照相当的忙碌。 随后就有媒体实体采访,舱厅占地过6000只海面向沙滩,位置相当不错。 记者到店内采访他,他首先表示有点恶然,但很有礼貌接受访问。 曾有媒体拍到魏俊杰和他老婆一起去运动,魏俊杰这S型身材也是没谁了。 现在他从演员成为厨师老板一手包办,忙到不可开交。 他就表示,职业不分贵贱,最重要是自食其力。 现在赚钱难,什么都做了。 他还开玩笑调酒师都比他帅,所以他要出绝招了。 亲自下厨的他还是有板有眼,做出来的菜式都是经过顾客的考验。 虽然开张不久,但是已经有网友在网上评论奇厨也不错,值得推荐。 这么怕命干嘛。 基因老婆和女儿都还小,她现在要供一个1700万的物业, 又要为女儿供500万教育基金。 她除了经常登台赚钱,做木材生意,现在还开仓庭捞金。 虽然这么辛苦赚钱是为了家庭,但是她就表示不想女儿靠爸爸,所以不会告诉女儿有供500万教育基金的事情。 对于红老婆她还是有一套的,在2013年买楼已经加了老婆名字。 两年前为婉留老婆,不惜在做房奴,以1700万买西贡独立屋有家老婆名字,张立华两层楼在手,当然万事好商量。 对于夫妻相处之道,她也有金句告诫各位男同胞,都是忍自觉。 两夫妻忍下忍下忍下又一世,男人有偏执让女人,哪个对个错都好,其实忍让最重要,两夫妻怎会没争执? 其实,吵架后要冷静,不要冲动,冲动就会吵架,打架,虐气或虐夫都不好的。 经过努力经营,她坦言与老婆关系密切了,大家都成长,华华变好了很多,她的改变很大,看得出她对我的语气,或对着头家的投入感,你改变不到她,不如我改变我自己,明白她便可以。 原来她已经有11年没有在TVB拍戏,最后一次在TVB拍戏原来是2006年和陈豪、黎姿拍的通天干叹。 很久没有在TVB拍戏的她就透露有戏,希望开拍和府同请下集。 将ce发愉惚后Э sele玩交叹! 回意充足找到了! 看必要感帮您会的 criar筹? 外员 感谢观看